Hello YouTube 我是Kate思丁 這個月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米其林新的公布啦 2019年完整的台北米其林指南在4月10號的時候公布 一共有24間餐廳得到了米其林星星的殊榮 合計31顆星星高掛在台北閃亮的天空 比去年足足成長了7顆 米其林星星不單單只是認可廚師們的精湛手藝 更是提供像我們這種愛吃的朋友不踩雷的好去處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今年新晉榜的餐廳有哪些 米其林指南是全世界餐飲界公認的聖經 一星代表在同類別裡出眾 二星代表廚藝高超值得繞到前往 三星代表最高等級值得專程拜訪 這次台北米其林最大的亮點在於一間 板前握壽司齊天本 他在今年直接空降成為米其林二星餐廳 成為本屆的最大驚奇 因為他在去年沒有入選任何的餐盤 或者是星級的推薦 據傳是因為米其林評鑑員都定不到位 才會導致去年缺席 齊天本的主廚天本聖武有一位哥哥叫天本正通 他在東京同樣也有開了一間叫做天本的壽司店 一樣也是獲得米其林二星 他們走的壽司風格是福岡流 福岡流的飯會帶甜味 魚會採當天獻殺 以有彈性的白魚為主 因此較少提供醃漬熟成過後的魚 走的風格會稍微輕鬆自然一點 而且聽說天本的下酒菜比壽司還要出色 但是如果要定位記得趁早 就算今天訂可能都要一年後才吃得到 齊天本的天本聖武也是本屆最有個性的主廚 原因是他是唯一一位缺席本屆頒獎典禮的二星得主 主要原因是 對你還有客人 這種職人精神大概就是得到二星的原因 同樣也是新進榜得到米其林一星加冕的呢 是剛入住精華酒店的impromptu by Paul Lee 主廚Paul是全台灣第一個採用板前上菜的西餐主廚 餐廳的特色是提供11道無菜單料理呈現不受限的台灣食材風味 另外由日本米其林二星餐廳Florida's副主廚田園亮無來台灣擔任主廚的餐廳Logic 也是在今年拿下了一星的成就 Logic每兩個月就更換一次菜單 以日本料理的手法把亞洲料理的多元性完整呈現 身在台灣所以他們也在菜單裡使用了牛肉清湯 芹菜以及當歸夜冰沙當作他們在地的特色 位在華西街的台南蛋仔麵也同樣拿到一星 被認為是本屆的黑馬 主打著台灣在地海產簡單卻不失台灣精神的菜色 米其林指南特別稱讚了他們的野生豬龍蝦 認為它的口味 僅以蛋味醬油提味完美呈現出台式海鮮的清淡鮮好滋味 而且還獲得了難得的兩個叉匙的相當舒適分級 最後一家新進榜的一星餐廳山海樓也同樣是間台菜館 走的是1930年代傳統經典老味道的路線 招牌經營燒豬、鍍包雞、掛爐燒雞 都是要事先預訂才能夠吃到的好滋味哦 而且老闆也很霸氣哦 在摘星之後直接喊出 摘星不漲價 這就是台灣人的精神啊 今年仍舊是蟬聯全台唯一三星殊榮的 就是粵菜館 移工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維持三星比拿到三星還難耶 必須要365天24小時全神貫注才有機會 不過他們真的做到了 真的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最近我也去試吃了一次 真的讓我魂牽夢營啊 大家有興趣歡迎點擊連結 榜首移工之外 另外有五間餐廳獲得了二星的成就 維持同樣二星的有 翔羽龍鷹以及請客樓 從一星升上二星的餐廳呢 則是江振誠以及黃以倫的RAW 以及何順凱的泰瑞 仔細觀察今年的榜單 你可以感受到台北餐飲界的進步 因為去年全部摘星的餐廳 除了歇業的 La Cocotte by Fabien Verge之外 全部都沒被降星 而且還多了幾間新餐廳 另外有趣的一點是 許多人都替 被選為亞洲五十大餐廳 第七名的Mumate暴區 認為以主廚Ritchie 以及團隊的實力 拿個二星甚至三星都合理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今年仍然只有一星的評價 看完上面的介紹 我自己是超級想要去試吃Logic的 因為很好奇 日本手法怎麼樣 變出亞洲菜色的新風味 你心中也有自己摘星的名單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我是克里斯汀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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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